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发协查函给意大利警方是因为C罗现在的固定住所在意大利都林 值得一提的是C罗的律师克里斯蒂安森对于美国警方的说法一开始拒绝发表评论 此前这位律师坚决否认C罗曾侵犯凯瑟琳他表示 有证据表明双方是自愿发生关系的 之后这位律师对电讯报记者说到一直以来 罗纳尔多先生都认定当时的事情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就算留下了DNA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 mais让我们做的绽端 棍吗 你说一般不前就跟你猜疑